健康無分年紀 健康不論貧富 健康資訊 守護大眾 精靈一點 健康未駐場 3月17日星期三 歡迎大家收看收聽港台電視31 以及香港電台第一台 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健康節目精靈一點 由沈達元和林詠雯主持 大家好 你好 今天是我們跟香港大學矯營及創傷外科學系 60週年系列裏頭 第四集 今天的主題是說 隻水損傷的復康新發展 聽到隻水損傷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是很大件事 我自己也經常聽到 例如看到一些新聞的報導 就說因為隻水損傷 導致可能全身都癱悶 這些其實對我們來說 好像是一些比較嚴重的個案 但是亦都好像發展前景很差 是的 我們很熟悉的 例如以前有個案子 賓仔 賓仔 大家都很熟悉 其實這一類的病人 確實生活上影響他們 不兆四肢癱瘓 動不了 但是我們有沒有一些高端的醫療科技 現在發展了 可以在生活上 可以改善少少 從而可能部分的四肢 可以動得回 可以在生活上 有些事情可以令他們做到 所謂的損傷可以是外來的創傷 亦都可以是一些疾病導致 一會兒請香港大學 叫營及創傷外科學系的教授 為我們詳細講解 精靈一點的熱線電話是 1872311 1872311 有相關問題可以打擊我們的健康熱線 接下來兩點鐘 回到一台直播室 會有我們跟香港老年學會合作的系列 今天就說安老院舍的質素 申請和最重要的 怎樣去選擇 如果有需要住安老院舍 你便會面對一個選擇的問題 是的 但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 我比貴一點 可能質素好一點 但質素和價錢 又未必成正比 還有很多時候 有些軟舍的Q-mark認證 但好像反應又一般 為甚麼呢 我就會說 價錢和質素 應該要是成正比 是的 但事實也未必是有真 那怎樣可以作出一個最明智的選擇 有時候我覺得最麻煩 就是你決定了入某間安老院舍 你可能需要轉動的話 也會很吵架 是的 還有長者 他們怎樣去說服他們 以及怎樣去解釋 都是一個學問 好 待會有老人科專科醫生 為我們詳細剖析 二線電話172311 先開始我們和香港大學矯營 及創傷外科學系的60周年系列 我們在視像電話請來的嘉賓就是高日南醫生 他是香港大學矯營及創傷外科學系 名譽林創助理教授 高醫生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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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Phoebe 那麼多觀眾聽眾 你好 高醫生 講解脊髮損傷 一般是否外來居多 即是外來創傷 還是還是他本身的疾病居多 怎樣為之脊髮損傷 是否大部分都很嚴重 其實呢 或者我講一講 就是脊髮損傷到底是些什麼 我們其實那個脊髮 或者俗稱的一個大陣 就是連接我們的腦部 去到我們四肢的手腳 的功能 的主要神經善狀 所以一旦受了傷之外 所有這些功能都會部分 或者甚至全部這樣去截斷 可能對於公眾來說 可能會想到手動不了腳動不了 但其實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一些 我們沒有想過的功能 是一些不隨意的功能 都可能會失去了 譬如說是呼吸功能 心跳規律的功能 甚至是大小便 蠕動的功能 這些都會因應不同程度的損傷 而是影響病人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其實一旦真的傷了 中樞神經這條大陣 其實影響是很心軟的 剛才你問我 到底是創傷性多些 還是疾病性多些 就要很視乎 身處哪一個地方 譬如香港來計 我們一般都是屬於一個很安全的城市 不算是說有很多的工業意外 高速交通意外等等 所以創傷性的脊髓損傷 相對來說 比起某些發展中國家 可能會少些 而相對那個疾病性的比率 可能會高些 尤其是現在年紀 也漸趨老化 譬如一些癌症影響到脊髓 而壓傷神經線 這些個案 我們都看到有大增的趨勢 每一年的新症個案 在你們的接觸裏面 是有多少東西在香港 我們看回世界疾病分類的一些統計 在醫管局的網頁裏面 去翻查得到的 其實創傷性的脊髓損傷 每年大約是200個案例左右 過去的10年都頗穩定 是約200個 當中也都會有一部份 是一些嚴重的創傷 有一些是比較輕微的 至於非創傷性的 例如一些 包括我剛才說的癌症 又或者是一些 神經線的免疫系統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發炎 嚴症的問題 這些數目 可能比起創傷性更加高 但實質的數字 暫時我們都未掌握得很好 因為病人的種類是很多的 是 關於脊髓損傷 例如我弄傷腰骨 但是裡面的神經線 是否因而受到損害 還是我可以純粹是 脊髓有事 但神經是沒有問題的 是否用這些方式去分類 到底看看 損傷程度有多高 你講得沒錯 我們的脊髓支持 我們個人能夠站立起來 脊髓其實是一個很穩固的結構 當然你有意外的時候 它的脊髓都可以裂 都可以移位 會導致到在某些案例裡面 神經線通道裡面的神經線都會受傷 如果是神經線都受傷 那就是屬於脊髓損傷了 但是譬如一些我們說的退化性的問題 譬如舉個例子 可能你有坐骨神經痛 可能是椎間盤的問題 而導致可能是摘到神經線 那些算不算是脊髓損傷的部分 如果純粹說 神經線受到一些退化的影響 一般來說 我們就不會形容它是脊髓損傷的分類裡面 當然這些病人如果是因為退化的原因 有些譬如坐骨神經痛 甚至某些肌肉動得不太好 它都是有些神經線的問題 但是以分類來計 就不算是脊髓損傷這個項目裡面 明白 高醫生 現在醫療科技很進步 我們先不談這一部分 但是在以前來說 如果真的有脊髓損傷的患者 其實在醫治上是否很困難 以及會怎樣去幫助他們 是呀 講回一些歷史 其實追溯一些很舊的醫學文獻裡面 其實往往脊髓損傷都是被形容為 是一個不治之症 講得不好聽 其實醫藩都沒有什麼用處 也有很多地方 其實如果醫療不好 可能病人受傷 頭幾天可能都喪失性命 但是在50年60年代之後 就開始醫療醫護好了 就發現原來我們透過復康 透過護士的照顧 可以減少很多余法症疑 因而發展到今天 我們能夠很多受到脊髓損傷影響的病友 都能夠 從事實上來說 有一個正常的生活 嗯 那治療的方向 其實有這麼多年來 有沒有一些很明顯的改變呢 是不是都要動用手術 還是怎樣的呢 很多時候他們剛剛受傷的初期 都是需要接受手術去固定這個受傷的脊柱的部分 可能是一些移了位的脊髓 需要復位 然後甚至要用一些螺絲 去固定脊髓 這樣病人才可以去到下一個階段 而下一個階段就是復康 那所以 首先 就要經過了手術 要捱過了這個階段 手術之後也有可能會有相關的一些特別的併發症 譬如傷口問題 之後手術後的早期的一些併發症 譬如說會有快部感染 壓瘡 這些種種的問題 都會一一在病人復康的不同階段 就會暴露出來 而我們復康團隊其實就是因應 他在復康的不同階段 逐一去正視這些問題 然後對症下藥 那務求病人可以到最後 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在神經線方面 在生活的質素方面 而可以回到自己的社區 甚至回到工作 希望有一個正常的生活 菊醫生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在脊髓裡面的神經 如果受到創傷 他有沒有機會康復呢? 是的 Theo 你問得很好 這個一針見血的問題 因為其實脊髓裡面 屬於中樞神經的一些神經線的物體 他沒有自我修復的能力 我們一旦受傷那一刻 是影響了他 無論是壓傷了 甚至是截斷了 其實在暫時現今的醫學科技裡面 是沒有能力令到他自我修復的 變成他可能會帶著那個損傷 就是一生的了 當然了 如果及早做手術 而及早把握黃金機會 去做一些早期的復康呢 他那個康復的機會呢 是會大些 但是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見到病人 就算有一個很成功的手術 他往後的日子呢 都是會帶著一些損傷 可能是一些輕微的損傷 但是最嚴重可能去到下身癱瘓 或者四肢癱瘓 甚至有些很嚴重 如果他的損傷是去到差不多頸部 腦幹的地方 可能甚至他去依賴呼吸器 所以這些暫時 都是我們醫學未能完全解答到的問題 即是說如果創傷在神經那裡發生了 就不能夠逆轉了 但是呢 如果做了手術 是可以減少了 繼續受傷下去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是的 沒錯 其實我們現在在一些實驗室的研究裏面 都看得到 其實這些碎損傷呢 其實可以分兩大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 就是創傷那一刻 那一秒 或者那百分之一秒 那個神經線呢 受到撞擊那一刻 而導致到的傷害 那可能是一部分的截斷 或者全部截斷 那但是 到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我們知道呢 原來 就算病人救了一條命之後呢 就算成功做了手術之後呢 他都會有第二階段的 繼續損傷的 譬如可能是一些 神經線裡面的水腫 一些細胞 免疫細胞的不平衡 導致那個受傷去 繼續加劇 繼續延長 而暫時在臨床研究方面呢 一部分的藥物呢 都是針對第二階段 一些我們可以改變得到的因素 那譬如你撞擊那一刻 是很嚴重的 可能已經斷定了你一生裡面 都是要會有一些損傷 但是如果有一些藥物可以幫到 那個第二階段 減少這些第二階段的神經線損耗呢 那可能呢 將來是有機會呢 可以令到病人的復床會更加微傷 嗯 那高醫生啊 在你們的處理上 例如一個病人他遇到意外了 他們的神經線有損傷 其實在發生意外 要接受手術之間 黃金醫治的時間會是多少呢 才可以減低他之後可能病發症 會更加嚴重等等呢 Phoebe你問得很好 其實呢 由受傷那一刻開始 其實已經是黃金時間的開始了 嗯 因為我們透過一些臨床的研究 現在我們知道呢 其實第一 那個病人在受傷那一刻 一刻 就是可能是救護車去到現場那一刻 已經開始是 那個照料呢 是會影響他最終的結果 他在當刻的 譬如那些血壓的控制 可能會接受到某一些藥物 直到做手術的那個時間性 在受傷後多久才做到手術 這個時間性呢 都已經是會影響他很心願 那至於做完手術之後 怎樣呢 病人往往需要去到心肢治療部 那心肢治療部裏面 一些藥物的調控 血壓的控制等等 這些都是屬於黃金時期 最重要要控制的一些東西 可以令到病人得到最好的結果 那當然啦 去到復康階段 病人去到復康院 做完手術穩定了之後 在手術頭的三至六個月 我們一般來說 都會形容他是黃金時間 去把握復康的時間 甚至有些去到一年 我們都會看到 他還有進步的空間 就是這樣 居然有一些外來的創傷 大家都不想意外 儘量希望避免 但如果是一些疾病導致 例如例子癌症的 是否有機會 因為他不會突然長得很大 是否有辦法減少 脊髓損傷的出現呢 其實癌症的特別分類 影響脊髓 而壓倒中枢神經 其實我剛才都說了 我們其實都看到 慢慢有大增的趨勢 而我們在這個病人群組 往往的治療 除了用手術之外 是要跟一些癌症方面的專家 一起合力去醫治他們 因為我們幫他做完手術 減少了神經線的壓迫 之後呢 病人往往都需要更長的時間 去接受一些花療 電療等等 甚至一些是標靶藥 或者免疫治療這些 所以他的治療 整個設計 跟一些創傷性的 是會有少許不同 復康的時間表 亦會有少許不同 病人復康的體力 各樣精神 都會受他本身的癌症 嚴重程度影響 所以這一方面 真的每一個病人都需要 一個特定的處理 通常你見到 因為癌症導致的 涉水損傷 它是腫瘤生得很大 扎著神經線 還是還是什麼原因去導致 主要有兩種 有些就是癌症的細胞 蔓延到脊柱骨頭裡 殘植了骨頭裡的結構 導致了一些不正常的骨裂 有時候骨裂甚至會令到 它有移位的狀態 會壓住神經線 第二種就是 細胞本身 走進去椎管裡 導致它壓迫了神經線的效果 兩種都是 需要做緊急的減壓手術 才能夠治療 但是之後 病人也需要 可能繼續用化療 電療 才能夠 好好地控制病人 嗯 但是呢 你剛才也提過 這一類病人 近年都越來越多 剛才你說的兩種類 其實哪一類型會比較多 聲幅比較大 如果你說單單比較創傷性 或者是一些疾病性的 一定是疾病性的 他比較多 尤其是 我們看到現在 就算是癌症來計 一般來說 那個藥物控制很好 病人 一般的壽命都增加了 當然是開心了 壽命增加了 但是有時候也會出現了 多一些這些 因為癌症有蔓延的情況 出現了其他病 脊髓損傷只是其中一個 但是我們的確看到 近年有這樣的趨勢 高先生 需要到你們內科 去幫忙做一些手術 譬如創傷那些 我可以想像 可能是一些 脊骨上面有些問題 你需要做一些 修補好資格的固定等等 如果是癌症那些 主要是鬆開 那個狹窄的管道 還是怎樣的 沒錯 其實那個 手術的基本 目的其實是沒有變的 我們希望把神經線 做一個減壓 令到不會有外來的 任何的物質 無論是一些骨刺 一些壓了 退了位的骨 或者是一些癌細胞也好 去影響它 然後做完之後 就需要做一個內固定 去確保它的脊柱是穩定的 目標跟創傷性一樣 好了 大家現在知道 脊柱的創傷到底是怎樣 一會再請高日南醫生 為我們詳細講解 那個復康 多年來有什麼改變和進步 接著是林詠麟和沈達原主持的精靈一點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說水損傷 請來的嘉賓 就是香港大學 矯營及創傷外科學系 名譽臨床助理教授 高日南醫生 高醫生你好 高醫生你好 你好 你們好 高醫生剛才講解了 這個水損傷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想問高醫生 如果那個損傷為止 是不是理論上 越高越接近腦袋 那個問題越嚴重 沒錯 Theo你說得對 如果那個損傷是在腰 或者在胸部 當然有影響是對腳 但如果去到頸部的話 病人往往連手和腳都會受到影響 最嚴重的是 創傷到近著腦幹的位置 甚至會影響他呼吸的能力 這些真的會有即時的生命危險 就是這種 剛才你在這個圖片上 展示的一些問題 包括膀胱的功能 性功能 接著有些壓瘡 那些問題 是要去到什麼脊髓損傷的位置 才會導致得到的 如果是 其實我們在呼吸功能 心跳規律的一些功能 當然會是很近頸椎 腦幹 這部分會受到影響 而下肢的功能 例如步行和運動 又或者是性功能 大小便愚動 這些可能在胸椎 或者以下受傷的病人 都會有這些問題 嗯 嗯 我們說的是一些 濟水損傷的患者 很多時候四肢 甚至乎全身不能動 但在現在的醫療 越來越先進 也有一些醫療科技 可以幫助他們 例如機械腳 其實機械腳的原理是怎樣 怎樣幫助這些病人呢 是的 其實可能大家都會在不同的媒體裡 聽到機械腳這個名詞 或者我簡單講解一下 機械腳其實大致上可以分兩類的 一種就是一些伏方性的機械腳 這一種就是一些在醫院裡面 病人接受治療裡面使用的 如果是在收看電視的 你會看到圖片左邊這個 就是屬於這一種 第二大類的 就是一些叫做 個人使用的一些機械腳 譬如就是他受傷多年之後 當然他的腳未必能動得到 但是他又很想走得回來 可能可以用這一類型的機械腳 去幫助病人站起來 然而可以做到一些運動 而這些運動不單止是站起來 那麼開心 其實它可以令到病人 血液循環好些 骨質密度的保留可以好些 也可能會減少一些 神經線的疼痛等等 所以無論是前者 一些伏腔性的機械腳 又或者是後者 都是對病人在不同階段 有很大的幫助 嗯 高醫生 其實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那個機械腳的原理 為什麼可以幫助患者 他可能是客人本身是不能動的 但是帶了這個機械腳之後 他都可以走得到 現在其實那個機械腳的原理 如何幫助病人 這個機械腳的原理 其實它是透過一個電腦 當然有不同的精密程度的設計 這些電腦 但是它就控制病人的寬關節和膝關節 甚至是腳碗關節 去作出一些正常 模擬正常人的步態 至於怎樣控制那部機械腳 就因應不同的牌子 或者剛才我想上述的分類 有些不同 譬如說有些是靠病人自己 去透過一些手部的控制 可以控制左右暴行 也都有一些機械腳 它是可以偵測到病人的身體平衡 而作出暴行的一些相應的動作 也都有一些 譬如說 尤其是我講的第一類 復康性那些 是需要配合物理治療師 去使用復康設計的program 去幫助病人去做出左右腳 甚至是寬關節和膝關節不同的步態 而建議達到復康目的 高醫生 復康目標到底是什麼呢? 譬如說我的脊髓損傷是嚴重的 接著就是神經線 當成是斷了才算 其實又沒得收復的了 復康的階段的目標到底是什麼呢? 怎樣去理定呢? 我們可以大致上分為 早期、中期和後期 在早期受傷 往往病人在醫院的病床 就躺在一張床上 如果病人可以在很早的階段 已經離開病床 可以走出來病房、走廊 甚至到治療室 可以增加它在住院期間 能夠做到多類型復康的速度和份量 對這個早期的康復其實是很重要的 也都減少了很多 因為臥床內 耐了 而產生的病發症 譬如我剛才提到壓瘡 前來還有一些關節的亂縮 肌肉的疼痛、神經前的疼痛 這些在手術的初期 就是之後的初期 我們都很希望盡量減少 增加它的復康的次數 去到中期和後期 就是病人 自己的獨立性、獨立能力 那是最重要的 到底他想走到一個地方 能不能做到呢? 當然啦 我們這麼多年來 依賴輪椅都是很穩陣的 你走得很快 去到哪裡都可以 而在香港 我們也有很好的無障礙通道 但是畢竟 就是往往病人久了之後 他坐到輪椅內 始終會在身體上 和在心理上 都是有很大的決算 而去到這個中期後期 就是復康機械腳 就可以幫到他們 去過一些相對正常的生活 就算不是拿著機械腳 可以到處走 但是作為一種運動 作為一種我們叫做 recreation 也都是對病人的正面影響 是很大的 嗯 有沒有希望可以真的 像剛才你這樣說 穿著機械腳 到處走 可能大家喜歡看電視的 都會看到 譬如《Ironman》裏面 那位少將 都因為意外 後來穿了機械腳 可以到處走 我們都很希望 將來科技可以帶到我們 去這個時間 我們都有信心是大的 但是 暫時這一刻 都屬於算是一個研究階段 也都在醫院 也都未成為一些行上的服務 但是透過病人的認知多了 科技的發展 我絕對有信心 將來可以做到這件事 高醫生 我想問一下 如果坐輪椅坐得久 剛才你不是說 相對起機械腳 就有不同的問題 其實坐得輪椅太久 面對的問題是甚麼 怎樣可以透過這個機械腳 做運動去改善 其實你們有所不知 輪椅的設計 都有很多不同的本色 每一個病人選擇那個輪椅的時候 我們通常在我們的醫療團隊裡面 都會有我們的職業治療師 耳之矯形部的同事 還有迷你治療師 去給意見 去幫病人選擇一個合適的輪椅 為什麼要這麼多人去幫病人選擇一張輪椅 就是因為如果那個尺寸不對 一些減壓的位置做得不好 甚至病人 如果受傷是比較高的地方 他的血壓是維持得不到 但是坐得很直 種種問題都會令到病人不適 坐得輪椅內 就會自然會有一些問題 比如剛才說的壓瘡 關節聯縮緊了 伸不回席 導致累積了 路損會多了 甚至你用手去推輪椅的時候 肩膀、手腕、手肘都可以因為輪椅設計後 而會增加路損 所以其實在復康的階段裡面 就算這些這麼細緻的問題 都需要很專業的配合 才可以為病人 做得的效果是最好的 高醫生 當初引入這個機械腳來香港 你們的團隊是否都在外國那裡吸收了很多經驗 去取經 外國的經驗是怎樣 以及他們是否都比較 現在是走前了很多步 其實在外國這個機械腳 在醫療的應用 都是過去大約10年左右 其實之前這個機械腳的應用 主要是在軍事裡面 提高士兵的戰鬥能力 我們初初接觸他 也是在美國退伍軍人的醫院裡面 看得到他的應用 我可以分享的經驗就是 暫時都算是一個研究階段 實際上 他在身體上面很多方面的影響 都是有待我們慢慢去研究 但是我們在香港引入了這個機械腳的使用 都是很短時間 大約是三年左右 所以暫時未成為了一個 在公共醫療體系裡面 一個行上的服務 但是我們也希望透過累積經驗 我們慢慢可以 將這種服務去普及化 據說如果牽涉到一些 複雜一點的個案 譬如他連呼吸的功能 都有受到影響的話 那有些什麼復康 又可以幫助病人 我想他在這樣的情況 是行都成問題 是不是 就算有機械的幫忙 都很難搞 是的 如果他的傷勢本身是這麼嚴重 去到影響呼吸功能的話 這些是屬於最嚴重的個案 往往病人都需要在頸上有一個噪口 然後連接這個呼吸器 這個呼吸器可能是一座的東西 在床邊 會影響病人 手術初期 亦都去到後期 可能根本離開不了醫院 譬如說 剛才Phoebe提到的 我們為人熟悉的阿斌仔 他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轉轉接接都在醫院 出出日落都住了差不多19年 也都因為一些病發症的原因 最後都離開了我們 而我們復康的一些新發展 就是希望可以減少病人在這方面的 所謂一個枷鎖 不需要頸部 要做口 隔著一個呼吸器 可以將他們帶離開病房 甚至帶離開醫院 回復到他們自己的家 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是想病人 是一個高質素 Good quality of life的一個生活 甚至回復到工作 但是怎樣做到呢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當我們的大腦 連接我們呼吸的主要肌肉 即是橫甲膜 中間的神經線 是因為創傷或者什麼原因都好 截斷了 其實是很難能夠幫它駁回 但是創傷是沒有影響到我們的橫甲膜 事實上的橫甲膜是沒有壞到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引入一些科技 去直接可以能夠把我們的橫甲膜 是用一個起駁器的形式 能夠刺激到它 如果在收看電視的觀眾 會看到這個微創的手術 是透過腹腔可以檢查到橫甲膜的活動程度 假設橫甲膜的活動程度是很正常 而橫甲膜是沒有萎縮的 我們可以透過植入一個起駁器的方法 現在可以幫助病人 可以離開呼吸器的枷鎖 也有些病人可以出到完成 嗯 那這個起駁器呢 即是我們裝了進去之後 即是幫助病人 其實是用的時候 是會有一個時效在 還是其實都不是的 都可以是用很久的 即是當是日常生活這樣 是的 還是每天 即是日後 三點至五點才能出去 是的 我們醫院在這一方面 都是一些很初步的經驗 以一些先導計劃的形式 就幫助兩位病人 成功安裝起駁器 那這兩位病人 一位是受傷超過十年了 已經做口駁著呼吸器 超過十年了 那另外一位呢 就是受傷幾個月 就來了找我們 那我很開心 就是兩位病人 都現在呢 已經是完全二十四小時 是不需要依賴自駁器的了 嗯 我剛才提的第一位病人呢 他已經回家很久了 那所以呢 就是一些初步的 很鼓舞的病人例子 就會令到我們 就是更加有動力 去希望去發展這一方面的科技 引入去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 希望他慢慢變成行常的服務 一定是生活上非常大的改善 是啊 很鼓舞啊 就是那兩個個案 但剛才呢 高醫生你就有提過 第一個個案 他都已經是可以回家 是不是 兩位 是的 但是回家的時候 裝了這些氣泊器 其實在那個照料方面 有些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其實回家這位病人 他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但是他的成功 其實主要不是因為我們醫生厲害 是因為呢 他的家人的支持是很好 那往往如果你的家人的支持是好的時候呢 你回家的機會會很高 也都是在家裡會再有一些退化病化症 病人的出現機會又會少很多 那如果家人照顧不了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要回到我剛才去講 我們有職業治療師 萬利治療師 也都有一些醫務社工 去幫病人去希望在社區那裡 得到最多的支援 而事實上呢 我們有很多病人組織 有很多的社工 都是在我們的 在香港裡面 會做一些上門的工作 去探訪這些病人 幫他們做一些在家居裡面的物理治療 等等等等這些服務呢 是很重要的 因為呢 如果病人自己一個回家呢 他很快呢 就有機會會又退化 然後之後又會回醫院 所以呢 是一個多方面的協調 才可以做到一個成功的例子 其實是一點都不簡單 高醫生 藥物上面呢 有沒有一些新進展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有啊 Dio 事實上呢 我們 我剛才在第一個環節那裡都說了 我們 炸水損傷大約上可以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 就是受傷的百分之一秒 你傷了就是傷了 但是第二個階段呢 其實上我們知道呢 那個病人已經進了醫院了 會不會我們有些藥物可以幫它減少這個水腫啊 減少這些細胞不平衡啊 減少免疫反應啊等等 所以呢 很多研究呢 包括臨床研究 和一些基本的實驗室研究呢 都是著重這一點 就是怎樣去減少第二階段的影響 而我們也都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啦 在有實驗 實驗性質啦 可以呢 在一個無以脊髓損傷的小老鼠裡面 可以幫它呢 走得回 嗯 當然啦 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大學 不同的研究中心呢 也都有針對不同的藥物去做一些研究 其實暫時全部都是屬於一個實驗性的階段 但是呢 我對於初步的結果都感到很鼓舞了 就是變了就是醫學界都幾條隊走路了 包括一些機械性的啦 也都包括一些藥物上面 都希望幫到這個脊髓上的病人 今天多謝了高日南醫生 謝謝高醫生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 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 視像重溫 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